诚布主席 诚哥 诚哥 等一下等一下 里面有人 里面有人 哎呦 主席 哎呀 出来吧 快解决你的问题吧 哎呀 这个陈庚啊 来来来 喝点水 你还那么能抽洋相 要不抽洋相 就不是他陈庚了 你在胡说什么 周恩来如此呵斥陈庚 周恩来一向温文尔雅 大家很少看到他急眼力色的时候 更何况还是对他与相交多年 向来幽默的陈庚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陈庚而言 在各位中央领导人之中 与他相处时间最长 共识最多 交往最密切的人 就是周恩来 何况 两人一开始 就是在一片欢笑中结识的 陈庚与周恩来 自黄土军校认识 周恩来1924年 从法国回来后 在国共合作期间 担任了广东黄土军校 政治部主任 而陈庚则于1924年 考进黄土军校第一期 陈庚成为周恩来的学生 黄土军校第一期的学生 由我们熟知的许向前 左权 杜玉明 宋熙莲 李仙周等人 陈庚风趣幽默 古灵精怪 在校期间十分活跃 他也凭借自己的表现 受到了周恩来的关注 在校期间 陈庚参加了一个雪花巨社 经常和其他同学 自编自演一些 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话剧 有一次 陈庚正在宿舍里 卯足了尽给大家表演 他表演吃面 手里假装端着一碗面 一会儿喜笑颜开 一会儿又愁眉苦脸 用手不断比划着 学生们都围在他身边 专心观看他的表现 也被他有趣的表演 逗得哈哈大笑 人群的外面 周恩来也来到了学生们的宿舍 驻足观看陈庚 会声会色的表演 跟着大家开心大笑 陈庚率先看到了周恩来 立刻停止表演 立正站好 向周恩来主任敬礼 周恩来脸上的笑容 没有散去 他充满欣赏地告诉陈庚 你演得可真是不错 在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中央决定建立我们自己的 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 中央特科 防止敌人的处争 保卫他们中央 中央特科的领导关系 支持党中央 中央决定由顾顺章同志 单位负责人 陈庚同志 任情报科长 你们二位的工作 直接由我领导 周恩来与陈庚都参加了东征 蒋介石的野心暴露后 陈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与蒋介石面对面的展开斗争 后来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 对共产党人大肆杀戮 陈庚无惧生命之危 参加了周恩来 贺龙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 在之后的起义战斗中 身受重伤 辗转许久后 才回到上海 陈庚回到上海后 中央特科已经成立 由周恩来领导 主要负责打击敌人 保卫自己的同志 陈庚义无反顾地 加入了中央特科 担任情报科科长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与国民党反动态 进行隐蔽斗争 可以说 陈庚踏上革命道路以来 长期与周恩来携手战斗 二人也早在这些生死战斗中 结下不变的情谊 他们不仅是彼此的战友 更是彼此的挚友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 在广州结婚时 陈庚参加了他们简单的结婚仪式 亲眼见证了他们的幸福 他们共同走过反围角战斗 参加了艰苦的长征 抗日战争中 周恩来代表中共 长期做统一战线工作 陈庚驰骋于抗日战场 为抗击日本侵略者 立下汉马功劳 相聚的机会虽然不多 但在中央苏区 长征 抗日战争的漫长岁月里 为了同样革命目标的他们 总有密切联系 二人每每交往 总是无拘无束的 周恩来总是面带笑颜 陈庚风趣幽默 他们在一起 气氛总是融洽的 友好的 1945年 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 中央大礼堂举行 陈庚以晋级鲁裕代表团 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七大 七大的一个重要议程 就是选举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 陈庚十分积极 在代表们面前 陈庚再次展现出自己的幽默 我当中央委员的衣服都做了 赵了相 希望大家投我一票 他为自己拉票的举动 逗笑了代表们 也让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 七大的选举中 周恩来当选中央委员 陈庚成为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上的议员 陈庚很高兴 您的老幕侠陈庚 给您敬礼了 总是 陈庚 陈庚 也就你 早然办事敢跑到厕所里了 1945年6月11日 七大的闭幕市上 他的心情依然欢欣鼓舞 闭幕后代表们一起合影 陈庚雀跃地出现在毛主席面前 问什么叫候补 毛主席还没回答 旁边的代表们就和喜欢开玩笑的陈庚 开起玩笑来 屁股上插挡身候补 一时间 合影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代表们和陈庚玩闹起来 毛主席也沉醉于这欢乐的气氛中 笑意盈盈 陈庚回到住处 老友们知道他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 为他高兴 纷纷向他道贺 老友何亭一也第一时间去找陈庚 向陈庚道贺 面对大家的恭喜 陈庚反倒白白手 笑着说 这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是屁股上插挡身候补罢了 他直接引用了代表们在合影时 与他开的玩笑 陈庚一番话 将来道贺的何亭一等人也逗得哈哈大笑 在陈庚的身边 又响起阵阵笑声 正巧周恩来路过 听到了陈庚的话 这次他没有加入大家的欢笑氛围 而是面容严肃 当众呵斥陈庚 陈庚 你在胡说什么 周恩来如此严厉 陈庚赶紧停下 不再肆无忌惮地开玩笑了 周恩来一向温和世人 但该严厉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改变态度 毛主席在七大会议上说 选中央委员的人 不要以为自己是做了官 而是加重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这是关乎人民利益的事 是接下来要以严肃 认真的态度对待的 周恩来一向严肃 要求很高 他很少发脾气 但若事情严重 他也绝对不逊私情 陈庚深知周恩来的伟人 他虽爱开玩笑 但接下来对于 候补中央委员这一职责 他同样认真对待 新中国成立后 陈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创办哈军功 这其中少不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 而每每与周总理交往 他一如过往一样 无拘无束 如家人一般 当然 在工作上他以严谨的态度对待 认真专注 而周总理也全力为他提供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